哈囉 歡迎大家收聽 這一期的尚恩帶你上車 我是ETtoday車雲記者尚恩 主跑車線已經有8年的時間 玩車則是不長不短15年 不管什麼車我都愛玩 那節目的一開始 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們今天要為各位請到 這個具備豐富的保養 改裝知識的這個強尼大叔 歡迎 向ETtoday的車雲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姜妮 OK 好 那這個如果說有在聽 持續追蹤我們節目的朋友 就知道這個強尼大叔的 講話蠻好笑的 所以先給大家提示一下 今天的節目內容會非常精彩 那因為強尼大叔他是 對這個保養和改裝都非常理解 那最近尚恩又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非常熱門的話題 你很喜歡在網路上面晃我發現 沒辦法我的工作就在網路上面晃 所以說我最近又看到一個議題 就是有網友在討論 到底能不能去好事多換輪胎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有一位所謂的內行人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去好事多換輪胎 會很快就下課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討論 說這個到底去好事多換輪胎 會很快下課的他的真相是什麼 那上來也就稍微大概整理了一下 大家的這些講法 就是因為這位所謂內行人 他的講法是說 再好是多換輪胎 沒有做定位 所以說輪胎會很快就下課 對 那以我們一般正常來講 在換輪胎 大概我們 因為大家一般人想像就是說 換輪胎就是把輪胎換掉 把錢拿出來 對錢拿出來然後輪胎換掉 換好就走 那正常的換胎程序只做這件事情嗎 還是他有哪些事情要做 說真的換輪胎 並沒有這麼簡單 對 從最基礎的換輪胎 因為氣嘴會換新的 不會說我把舊的輪胎拆下來 然後再把新的輪胎裝上去 不會這麼簡單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當然 我們會從舊的輪胎來判斷 你比如說你的汽車 你的車的使用習慣 那有沒有偏模號 對因為 從舊的輪胎去測試你可以看到 因為輪胎偏模號這件事情 會牽涉到的關係很廣 是 包含各位比較知道是定位 那為什麼定位會跑掉 那當然可能你的底盤的基件 有損壞 有異常 所以你的定位跑掉 或者是你有遭受撞擊之類的 有沒有的 對 所以基本上一個 我們就說 這種專業的輪胎管 輪胎店家 他們會從你的輪胎的 模號狀況來判斷 那當然我們撇開那種 你是消胚的 都吃單便那種就不說 那 或者是 你有去改裝一些懸吊的 他可能造成一些偏模號 那個我們也是暫時先不提 因為比較深 一個正常的使用 一個正常的定位 如果有偏模號 第一個 就是你的基件 再來就是 也胎壓是不是正常 那胎壓部分 我們就留的比較後面 來說 因為我看到像 其實有規劃到這個題目是 胎壓是等一下再說 對對對 好 那 所以說 基本上 輪胎 四條新的 裝上去之後呢 理論上來說 是需要做 四輪定位 對 那到底這個定位的目的性 是什麼 為什麼網友會講說 就是沒有定位 很快就會下課 對 這就是我剛剛跟 像先 跟各位朋友先分享 就是 你可能原本的定位 已經不正確了 是 然後 比如說 我看到舊胎 我都是模內側 是 那你的定位可能 有跑掉 或者是 我們先不要說不正確 然後一個專業店家 你的四輪定位 應該是要非常準確的 是 對 定位跑掉 所以造成偏模號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在 安裝了新的輪胎之後 當然是需要四輪定位 不然我的定位還是舊的 是 那是不是很容易 我再開一開 我可能不用太久 我可能兩個禮拜 如果每天都是 在開他的 他可能就又開始磨單邊 我們所謂的偏模號 那你的輪胎就會很快就 又要下課 是 對 所以我才 所以 換輪胎 基本上 換完之後 就算 沒有真的下去調整 你也應該 一個專業店家 會把機器架上去 看你的定位有沒有 不正確 是 所以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磨內側這件事情 因為 大家在看車子的時候 正常人 應該都只看外側 也只看得到外側 對 所以其實內側的模號 我們指的內側 就是比較靠車子的內面 那個部分 其實很多人 真的是不會去注意到 甚至蠻多人 是真的已經磨到完全爆胎了 然後才發現說 我的輪胎怎麼沒有氣了 然後這個時候也會蠻多人 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因為 他看到外側 這個紋路還是非常深的 可是內側 基本上就是已經磨到 爆掉的狀態 這時候就會有些人 會有誤解是認為是 輪胎的品質出問題 對 所以說其實 做定位這件事情 不只是說要去 防止這樣事情發生 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 也是一種 保護店家和消費者的做法 對 那還有保護輪胎品牌 以免說出現這種大分歧誤解 然後會認為說是這個 因為你輪胎品質有問題 或是店家的工作方式有問題 所以導致輪胎下課 或說 推到駕駛者身上去 所以其實 這個是因為要做一個 我覺得也算責任的釐清 那當然也是保護 所有人的安全 對 所以說做定位 確實還是有它的必要性在 是 而且就算 今天不是在換輪胎 定位這種東西 也是最好能固定時間去做 對對對 因為車在路上跑 輪胎就直接在地上磨 對 因為你今天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撞到什麼 你不清楚的 對 然後當然機件壞掉 機件是會壞的 沒有東西是不會壞的 對對對 對 所以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平常 除了平常盡可能的檢查之外 各位可以趁著這個 在保養的時候 因為車一定會頂起來 是 這時候你一定會 最容易去觀察到 你的輪胎的磨耗的狀況 對 對可以趁這時候去做一個觀察 對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 剛剛商人講的 看不到的那個內側 那個靠近避震器的那一邊 對對對 你車頂起來的時候 就看了會非常清楚 對非常清楚 對 那我相信一個正常的保養廠 應該也會在這時候 順便幫客人看 對對對 因為現在驗車會驗胎紋的深度 是 對對對 只是這個驗胎紋深度 我始終還是覺得 有一些盲點在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基本上它只看外側 對 對 這有很多不好的意思說 對 沒關係 這邊就開天窗說兩毛 對 因為確實 這個不是說 我指的不是說 去民間代驗廠 我指的是說 就算去檢離所也一樣 因為我的車 不管是汽車摩車 汽車或重機 我都蠻常識在 檢離站那邊做定期檢查 對我看他們的檢驗方式 就是我從旁邊觀察的檢驗方式 基本上是只看外面 那是你說的 對 我講的 對 因為只看外面的情況下 那就會發生說 我剛剛說的 裡面磨完了 可是不知道 對我覺得驗車 這個是一個法規 我們就不要去討論驗車 我覺得如果 如果就安全性來說 前輪在你要出門之前 你發動之後 你把方向盤轉出來 其實就可以看到內側 對對對 然後後輪就真的 趴下去看一下 就趴下去看 然後大家的這個手機 一定會有手電筒 把他打開照一下 我覺得這個都是基本的 對 那但是有一個東西 好像不是只用眼睛看一看就可以 但是很多人會用眼睛看 或是用捏一捏 或是用腳踢一踢 捏捏 對 就是這個胎壓的部分 對 到底一個正確的胎壓的檢查 我們應該怎麼做 說真的 踢一踢 踩一踩 捏捏這顆東西 都太 太古早時代了 基本上現在的車 都一定要有胎壓震測器 是 老車我們不講 對 現在的新車都一定要有胎壓震測器 不然你不能賣 對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胎壓到底什麼 多少是正確的 其實各位把前門打開 正常來說在 逼住這個地方 都會貼 他原廠的建議值 是 有的比較細節還會 還會去 把它列出來 你的車上做幾個人 所以胎壓應該多少PSI 是 對那當然你不可能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人開 我今天做四個人 我還去調整胎壓 這個 倒是真的不用這麼的 嚴謹 是 那 胎壓到底應該打多少 說真的對我來講 它不是一個 一定的值 是 因為今天原廠提供給你是一個 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是 可是各位要知道 不一樣品牌輪胎的軟硬度 不一樣 是 我現在說的是 胎幣 胎幣 就是 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輪胎側面 有一大堆數字 一大堆英文字 這個叫胎幣 有打Logo 對對對 這個胎幣它有所謂的 每一個 不一樣品牌的輪胎 它有 軟的硬的這種設定 不同設定 是 那今天如果是一個 比較硬的輪胎 你又硬要把它打到 標準 那你可能乘坐感 就會非常的不舒適 是 對那如果今天偏偏 這個是比較軟的胎 那你又要打到這個建議值 對 那 感覺又有點 好像不對了 是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該怎麼去做個界定呢 我覺得 第一個 原廠或者是這個 專業的店家 他會告訴你說 這輪胎的胎質比較軟 我把你胎幣打高一點 是 那另外一部分當然 胎幣比較軟 你如果胎壓 打 稍微高一點呢 你可以保護你的輪圈 是 比較因為 因為有一些人會去改裝圈胎 是 那你的圈可能是 比較貴的那一種 對 對你當然要去 盡量的去保護這個輪圈 是 輪胎便是耗材 可是輪圈不是耗材 是 對對對 那所以 其實我過去會 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去看這個 胎面的磨耗 好 那今天如果胎壓過低 胎壓過低 我問一下 胎壓過低會磨怎麼樣 胎面 胎面 胎面兩側吧 磨兩側 對磨兩側 因為 就會很像拱橋一樣 因為你打氣不夠 你的輪胎就會變這樣 中間會凹進去 凹進去 胎花中間很漂亮 旁邊都已經 都已經快要見鋼絲 對 那如果胎壓太高呢 就變中間 對就相反 它就凸出來 對所以各位在 裝完輪胎之後 除了這個乘坐的 是否舒適的 這個東西要靠大家 去感受之外 各位可以在 比如說我裝了這條胎 我裝了三個禮拜 一個月之後 我來看一下它的魔號情形 還在做一些調整 對 所以說其實去 定期去看一下 自己的輪胎現在長怎樣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雖然說 我想很多人會覺得說 看起來就都一樣 都黑色色的 對 但其實你認真去看的話 確實可以發現 剛剛強尼大叔提到的 這些變化 另外一個 最近也算網路蠻多人問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前一陣子寒流來 那個溫度下降確實非常多 而且有蠻多天是那種 一夜驟降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到了第二天 要開車出門的時候就發現 儀表板上亮起了一個 以前不曾看過的燈 然後就拍照上網 傳給大家 就說這個燈是什麼 通常就是胎壓的警示燈 對 那會有幾派講法 會有人講說什麼 你這個胎壓要去檢查 有些人會說 沒差 那只是因為氣溫降低了 熱脹冷縮而已 然後所以系統去判定是 你胎壓有變少 其實沒差 把它消掉就好了 那到底我們正確做法 應該怎麼樣 正確的做法 其實胎壓是會隨著氣候改變 是 比如說前陣子 北部下雨下很久 對 然後當然氣溫比較低的時候 其實 胎壓就會比較低 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空氣密度的關係 對 就熱脹冷縮 對所以 所以其實我自己建議 你既然都已經發現胎壓燈亮了 一個最基本的做法 去檢查是一定要的 我們先不管今天的氣候 是不是突然變很冷 或突然變很熱 可是 既然有胎壓偵測器這種東西 你就應該要去知道它 知道這個燈號 車主手冊要看 對不對 知道這個燈號亮起來的時候 那就表示你的胎壓異常 是 那 基本上一個檢查 這種東西 你也花不到你多少時間 對 就 就台灣整個市場來說 地下人稠 這種輪胎行 四個東西 對 稍微去量個胎壓 不夠 補足 對 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一些很基本的 基本的嘗試 那當然現在 現在越來越多車 他可能已經把 把原廠的這個備胎拿掉 他可能會給你補胎劑什麼的 他可能甚至原廠會給你 打氣機 對 打氣機上面一定會有胎壓表 對 那 大家就插個點檢器 自己去檢查 對 我覺得這個花不到你多少時間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甚至 甚至就是 你也不用本胎壓燈亮 你只要 你知道 今天可能 可能有一陣子沒開了 那 我在出門之前 我可能稍微先檢查一下 對 我在出門之前 我發現不夠的時候 我趕快先到輪胎行 先去 把它 把它檢查好 那如果各位發現 四顆 其中有一顆的胎壓偏低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 扎到東西 有破 又怎麼樣 趕快趁這個時候去補 不然你已經上路了 甚至去到高峰公路 他不是說你能停 就隨時能停 你等到高峰公路開開 胎壓燈突然亮的時候 也是來不及 所以我覺得這檢查很重要 所以說其實這些日常檢查 其實不管什麼時候 你只要看到那個燈亮起來 就 建議還是去檢查一下 因為 因為有的時候假設 假設今天如果真的是突然變冷 然後它要燈亮 你想說沒差 可是如果萬一它是砸到東西 是啊 所以說還是檢查一下 會比較安心一些 那再來講到說 有些人 因為其實一開始會講到 好市多這個議題 我相信很多人去好市多換輪胎 很多人是看中它的價格 相對是便宜 那價格便宜這件事情 就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有些車的它的輪胎 相對可能比較寬 然後就會有一種講法 就會講說 其實這車用不到那麼寬的輪胎 換窄一點的 一來便宜 二來省油 可以這樣做嗎 其實就我接觸的 這個整個汽車的環境 我們現在反而是放大比較多 但是因為有些人它為了省錢 是是是 尤其是所謂的營業用車 營業用車可能 因為這個油耗是他們最大的成本 他們就會想要把輪胎換窄一點 是 對 可是基本上我 並不建議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 抓地力 是 抓地力這個 這個原廠的設定 在這樣的車重 它就必須要配一個這樣子的 檯面的寬度 是 當然我們撇開那種 現在很多那種特殊規格的 然後為了好看 它可能輪胎很大的 胎面很窄 嗯 對對對 所以 所以這 強敵並不建議你去做縮小的動作 是 那放大這部分其實 它也有一些美格在 是 對它也不是說隨便放大 對 因為第一個 你的圈的寬度夠不夠 你裝這麼大的輪胎 這個是其中一個 是 再來就是你的輪拱裡面有沒有這麼大 可以讓你裝這麼大的輪胎 對 那再來就是 這個更換的過程之中 其實是需要 我們會去 去計算 它其實是有公式 就是整個 全台的總直徑 是不應該跟原廠差太多 以免影響你的時數表 對那個時數表會跑掉 對對對 雖然原廠也是 歡樂表 對對對 可是我們還是盡量的 不要去 跟原廠的這個 總直徑差太多 對 所以 基本上 那胎面改變 你的扁平比就不會一樣 對 那這個是有公式可以算的 或者是 你到這個比較專業的輪胎店 它其實會給你一個建議值 是 然後 照著 店家給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些推薦 你下去做 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是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 不要為了省錢 把命也給省掉 沒有省多少 對 其實也沒有省多少 對 所以真的不要冒這個險 是 那最後一個是說 好市多換輪胎 就我的理解 我自己是沒有在好市多換過 但就我的理解是 除了便宜以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很吸引人 就是 很多人都說好市多輪胎是有保固的 換言之 很多人都認為外面的輪胎 其他地方換的輪胎是沒有保固的 對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市場上真的是這樣嗎 只有好市多一加油給保固嗎 對 說真的現在沒有保固 你敢買嗎 對啊 那只是多跟少 對 還有 他比如說你今天需要出保的時候 他會不會 他的條件比較嚴格 是 對對對 這我覺得 這每一個輪胎的品牌 一定都會給保固 是 對那當然就是我剛剛提的這些東西之外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只有好市多做保固 我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子 對應該不是這樣 對啊其實上網查一下就知道 大致上我們都聽過的那一些輪胎品牌 事實上他們原廠都有給保固 是啊 而且有些還不輸好市多 對 當然有些他離好市多是有一段差距 但是基本的保固是有的 對 所以說大家在換胎之前 也不一定說只有迷信就是好市多 才有保固 對你可以先上網先查一下 先查一下你想換的那幾個品牌 他的保固範圍大概到哪裡 對那你直接就去衡量說 這樣子的保固範圍 你覺得夠不夠你用 划不划算 跟好市多比起來怎麼樣 對啊 所以其實並不然像大家所想的那樣 就是只有好市多有提供保固 對這個在這邊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那今天跟強敵大叔聊了這個 關於好市多換胎的各種傳說 那希望大家能夠在這期節目 對這個車子的輪胎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任何意見 想和我們一起討論 也歡迎在留言提出來 那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趕快訂閱 那我是尚恩 我是江寧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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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